欢迎再度回到新闻思想起 Delta入侵校园也让年轻世代的学习生活彻底被改变 远距教学线上授课成了过去几个月来的常态 从团体生活到单独面对电脑的声光互动 那份真实感说什么都跟过去不能相比较 好不容易等到了疫情迟缓 盼到了9月开学 但回归校园不到短短10天 Delta变种病毒又来了 加上学生疫苗才刚刚开打 也让师生跟家长们非常担忧校园的染疫风险 一路走来台湾起起伏伏的社区疫情 不仅让中小学活动被迫取消 一切基于防疫考量 毕业典礼也只能改为线上隔空登场 更别说许多大学生们非常热衷的课外 社团活动也被迫全部停摆 那么学习被迫中断的过去几个月来 无法真实面对面的互动上课 专家直言这学习效果绝对会打折 那么课程空窗 整体平均程度大到退 这都还只是账面上的课业问题而已 为了防疫被迫舍去相处互动的共同记忆 恐怕也真的让最惨的年轻学生世代真实来临 好放七 那七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你为什么不用一不用二不用三不用四要用七呢 水上虽场暑假总算结束 统计有六成四的学生渴望回到学校上课 但十二岁以上学生才刚刚开始接种疫苗 老师赵食员也还没全部施打完毕 加上教室里人数多 就算口罩戴好戴满谁也不敢保证病毒不会进到学校里 因为你能规券自己的孩子注意防疫的问题 但是你很难要求周遭的环境的小朋友能配合 担心当然是会啊 就是基本的防护的那些措施洗手 然后学校这边也是都有规定要用隔板 对然后其实他们用餐也是有带该有的防护设备这样子 家长来面忧虑 校园防疫会有破口 毕竟光是台北市开学不到十天 Delta就入侵北市三区四校 来的时间比预期还早 相较于大人们的忧虑 孩子们未来的记忆拼图恐怕也会缺上几块 5月中疫情爆发后 台北市国小品确至少停掉上百场 大大小小的校外教学活动 原本要学儿童乐园科教馆 精神不是延期就是取消 就连毕业典礼也都被迫改成线上举办 变成说采班级式的毕业典礼 然后老师跟小朋友互动当然是会比较不一样 就少热闹 然后家长少了拍照的一个时机 所以家长也是有点遗憾 新学年的运动会 园游会 甚至毕业旅行要不要办 现阶段校方也只能先观望 小朋友或许还不懂遗憾 大朋友已经感慨万千 热情奔放 整齐俐落 大学社团热舞社固定成果展演出 万万没想到准备了好几个月练习 因为疫情升温 努力 全部化为乌有 原本因为下学期最大的活动就是期末舞展 然后就瞬间没有了 就是热舞社大一的据点 就没有很 就没有画像那个据点 就是很 就觉得好像过得有点太快 大一怎么就这样结束了 就是远距的那段时间大概 大家大概三个月没见面吧 差不多 然后可是我们上个礼拜跟上个礼拜 其实有 我们有办属训 可是因为 因为最近又有点不稳定 所以我们属训的最后面的几堂 又就是又出校 又延期 对 又延期这样子 平常大学校园里 最热闹多元的空间 闲置了好一阵子 有社园好几个月都没踏进来过 明明应该是大展社团魅力 招揽新生力军的开学季 现在所有招募与迎新活动 统统停摆 我们原本九月底有一个社博 就是社博可以招生之类的 可是后来因为又远距 所以就变成说我们要到十月 十月初才可以开始招生 然后可是因为说现在疫情的关系 我们也没有办法说表演 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必须要想一些 有没有什么在网路上 能够推广我们热武社的方法 一开学 疫情就反弹 避免大规模跨县市移动 大学先才远距教学 同学便往有下 校园冷冷清清 各校才滚动式 阴影备战 就怕病毒入侵校园 尽管已经开学 现在各大学还是暂时维持线上教学 因此诺大的校园空荡荡 但尽管教学不中断 学生学习还是受影响 那起表呢 定中读本是在5月21号 那在每周二的时候 我们中午会开令会 剧本的会议 那场开日是在5月29号 行前会是在6月4号 老师不是天生直播主 跌跌撞撞摸索后 线上教学 师生从一开始的陌生 逐渐适应到首席习惯 为提升教学的趣味性 老师也努力寻求互动 概念性的理论课程还能进行 可是做课程就变成纸上谈兵 以大学传播学系为例 少掉团体影片剪辑作业 老师无法验收学习成效 同学之间也少了脑力激荡与竞争 对正在升学的国高中生 冲击更是非同小可 你们有些人都没有提问 然后你作业也没有拍照上来给我检查的 你今天下午 今天晚上八九点之前 你一定要把作业上传哦 梅兰老师在旁井丁督促 作业没写没交变常态 从事补教工作20年 钟老师在升级三级警戒时 也将教室班上线上 并同步录制影片放上网络平台 让学生可以随时学习复习 成效却相当有限 有个很大问题是说 我这边大概看起来结果 以都会区的来讲 线上上课自主学习 然后能够维持原本状态的 大约一成 大约一成 调出几项考试成绩 国中数学多项式的 乘除法考古题 全班平均分数56分 反观去年 全班同学平均分数是72分 力化分子四的背诵 全班平均成绩是50分 去年全班平均分数是73分 程度明显大幅倒退 偏偏数理课程 都是一环接一环 少学习到一个环节 后面就会衔接不上 数学八年级也是一样 你最开始成法公司多项式 你没有把根基扎稳 那后面我要讲平方根 讲必试定理 讲因试分解 讲一元二次 你当然就会就是 常常有东西 只要用到前面的 硬你就卡住了 那这样子的孩子 他变成他只能选择办放弃 因为班上上的东西 他其实听不懂 疫情对教育系统的破坏 是一整个世代 根据国际经济科 作技发展组织最新报告 新冠疫情下人力资源流失 可能让未来80年 全球精力产出减少1.5% 远近教学 能否保障学生受教权 是校方与政府不可忽视的课题 真的不要随随便便 要求这个什么改成线上教学 因为那个是影响教学品质的 你以后这个学生 你像那一样是四年拿到的学位 那个含金量都不一样 因为他可能有一年有半年 都在放牛吃草 没有认真学习 身兼私立大学 校院协金会理事长的 世新大学校长吴咏前呼吁 尽速提高学生的疫苗 接种普及率 好让学子回到教育正轨 维持教育延续 不要让疫情成了学习绊脚石 偏偏群聚染疫风险 与让部分家长老师胆战心惊 这场全球大流行病结束前 抗疫教育间如何权衡 好两难 这场全球大流行病